最後一套 做一些日常花 我也知道 這麼夠日常的 是不是真的夠日常 如果是這樣 大家就知道爆紅 大家都知道 今季就有Elon Marga Sensei很紅 但這套沒什麼人說 今次說的那套就是Inako Noto 其實就是初子之筆記 說真的 這個Passionaire動畫公司 主力來說 做得不太多套動畫 原來這套真的很細型公司 新公司是不是都屬於 不是 2012年開始 其實做過Rail Rolls 大家都記得 有幾個人在鐵路上 不知道為什麼 鐵路警察那套 大家笑得臉都爆 綠花之勇者 對上一套已經是15年了 其實這套很細小 做一些協作的多 自己做就少 這套甚有點套的風格 亦是一個 即是說去到東京 其實去到一間類似 叫做四季的書店 其實裡面是書店 還有咖啡室 其實有個房東 說到房東很喜歡這套畫騎 這個女主角 Henako 因為一看到人生寶 就緊張 就會變成稻草人 因為他在鄉下有很多動物 一變稻草人 就是動物走過去 不要理原因 一個原因是只有淡笑 然後去到這個房東 就住 要讀中學 同校有一個叫夏川 一個叫珍雪 分別做這個書店打掃 就是在這間同一間的四季 還有珍雪 就做這個咖啡室的女僕 不知為何 這個夏川 其實就一邊做 一邊住在這裏 有時候寫這個叫做舞台劇的劇本 就會吃書的 但是比較上 其實你說如果你用怎麼用 其實這套東西有沒有一些故事的主軸 即是他有目標那些 因為你點頭沒有目標 其實他是有些的 第六集是可以給你 因為第六集其實這間校 戲劇部解散了 房東也是獨同的一間校 不過是大了一些 在這個學校 不常想做好學部 因為學部解散 不是簡直是優孽了 因為學部的老師 無緣無故就說 因為沒了靈感 就飛了去歐洲 然後合後回來 不知為何 然後合後說 要學完製 要做長舞台劇 然後突然找回他自己的宿舍 四櫃宿舍的那一群人去做 其實整套東西的情況很古怪 因為那個夏川 其實樣子一看就很像全脂肪 另外曾雪的樣子 不是切點頭角色 其實有點像阿葛多里的樣子 另外有一個叫Chiaki Chiaki就是那個 還有一個傲嬌角色 其實投錄就是好 他說他的主角不想變成稻草人 一看到三寶就用畫劇去磨練自己 那一集 其實他做第六集 他真的去表演的時候 其中他的對手 變成 大家忘記了拿一些東西台詞 拿了一些文件上去舞台 而大家有方法令舞台 他沒有這麼尷尬 是OK的 本來的故事是OK的 糟糕 去到第六集 勉強也OK的 雖然有很多賣文 教你舞台技巧 其實真的不多 我猜是賣女為主 因為曾雪很喜歡做衣服 有說過一些 什麼時候試衣服 說parade 臨上舞台之前試衣服 是有說過的 但很可惜的是 及後賣文的情況是越來越多 因為去到第六集後 其實及後就要去到沙灘回 有新年 聖誕 他真的順序聖誕新年 後面就有情人節 他將第七集後 就開始打到這樣 亦都搞得日常都很重要 而及後其實沒有什麼再推進 雖然說在自己的四季宿舍 是有搞過一些小型舞台小型劇團 但你不會感覺到他入面很推進 而不停都是以五個角色為內 自己很盟 盡量做賣文 生活項 可惜就是 你要做這件事爆紅 不是不行 不要做到太出面 而這件事做得太出面 而這件事做得太出面 角色的記事感也挺重 反而是為了房東 賣文的角色是OK之外 其餘太普通了 這是一個日常版 但我包紅也有原因 其實日常版 現在的水準也是參差 其實抽參差不齊 現在都很難找到一套 其實每季都未必找到一套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下季出來的阿康家爐 那些大家有很久的欣賞 儘管看看吧 好 今集時間到此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